拿着什么呀 吓死我了 我以为文件丢了 什么文件 公司单 这是什么呀 你看这动嘛 你又看不动 又不是在公司 看什么文件 你多少时间没陪我吃顿饭了 我这几天不是刚好出差吗 对不对 那今天晚上陪我吃顿饭吧 今天晚上短人不行 我要去趟公司 改天 改天我陪你 改天我一定陪你吃 出去吃 你天天说改天 这出差刚回来去什么公司呀 你看你老跟我 最近不是刚生子嘛 当了个小婚 最近应酬多 你这出差两个多星期 又去公司 你不会是又有放局吧 你这生子之前 天天加班工作 生子之后呢 天天出差一筹 你又玩没玩啊 我不应酬 怎么赚钱啊 我不管 我不挣钱 我怎么免你啊 不行 你哪都不能去 一会儿老板就过来了 你那别人等我多不好啊 我得去等人家了 听话 你真的不能依我一次吗 你说 咱们以前 租小房子的时候 你说 你想分大房子 身后资料好一点 好 我现在拼命赚钱 好不能一松子了 你确实说 要我天天陪着你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这不是 喂 姐总 马上过来了是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马上就下来 好的好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要是出去就别回来了 你听话 我真的下去了 他马上就过来了 乖乖的情况 乖乖的在家呆着 东东 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是出去找别人 那我也出去找别人去 你跟你同事过去吧 我跟你说 别无理去哪 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你回来 东东 来了 那你久等了 没事 咱们那个项目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咱们今天这个项目 过去的话 就能拿下了 哎 东东 你电视不太好啊 刚出差回来 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没事 就是我们家那位啊 跟我闹脾气的 嫌我这几天没陪他 也怪我 这几天也确实没怎么关心他 哎 没事 谢总 咱们赶紧走吧 哎 等等 把我钱给我吧 怎么了 谢总 直接给我吧 这样 今天我自己过去看看 要不 你回去 先休息休息 不行啊 谢总 这个项目 我全程跟进的 我去的话 方便一点 这样 年轻的时候 我也跟你一样拼 但是呢 后来我才发现 我们好好工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能让家人 有个好的社会环境 是吧 好好回回家人 这个衣服破了 可以 这个关系破了 就不好补了 好好回回家人吧 行 谢总 这个项目就麻烦你了 哎 好嘞 行了 交给我吧 没事的 行 谢总 那我先回去了 行 回去吧 再见 谢总 小雅 老婆 我不出去应酬了 真的吗 真的 这段时间呢 我一直在工作 没时间陪你 是我不对 以后啊 我就尽量多出点时间 多陪陪你好不好 其实你走了之后 我一直在想 我做的也不对 你天天工作那么忙 我也没有真正站在你的角落上 为你考虑问题 那你可得答应我啊 以后不能为这种书生气了 好不好